衛生局在3月24號下午 街道新北市衛生局通報 有兩名民眾疑似在A13的素食餐廳用餐之後 發生疑似吃品中毒的案件 台北市衛生局當天下午立即到該餐廳進行機查 那現場該餐廳缺乏工作人員的健康檢查報告 而且他們的餐具有不清潔的情形 那由於當天已經沒有疑似吃品中毒 民眾所設施的相同的一個食餘 所以我們有進行工作人員廚師的一個手部檢體的採檢 以及刀具砧板相關的環境檢體的採檢 那我們日後會依照環境檢體的一個採檢的結果 跟這個病人他本身的一個肛門柿子的結果 如果有檢出相同致病菌的話 我們就視為食品中毒的一個確立案件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依照安全衛生官